如果你得知一百副美 跟一岸球挫在一起了 你会怎么想 苍天哪 你真是太公平了 美女果然 没脑子 但是我不是很不懂的 像我爸这样 闭月羞花 婚婚可人的数学系美女 当年怎么被我爸这个 这个 这个 哎 去回家了呢 这个问题足足困扰了我整个成年之前的矛斗碎裂 终于有一天 我实在忍不住了 趁爸爸不在家 我问妈妈 妈 当年这里的人比黄湖江上飘得死猪还多 怎么 我就选了我爸接头呢 我妈回答说 还不是因为你 哎呦 妈妈 那时候你们就流行 凤子成婚了 哎呦 想到哪里去了 还不是因为你 爸这个死鬼 她会赖 哎呦 当年她送了我两颗鸡蛋之后 问我要不要跟她 什么叫 我还没答应呢 第二天她就满世界道书说 那你知道吗 我反收了我的蛋了 再跟我一起了 那年代 舆论的压力 主题懂了 后来 我说要分手 她又搬出我一个大零兽 毛主题说了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就是爽流氓 我还怕她 带动人民群众的批度 就不敢再提 哎呦 原来这么勉强啊 其实我知道还有一个原因 妈没好意思说 大友才呀 会写诗 懂浪漫 谈恋爱的时候 写了八十多首情诗给我妈呢 我妈虽然不明白 但是我觉得很厉害的样子 那我妈妈这些答案 有没有些意外 我意外的 并不是原来会有个这么无赖的爸爸 这一点 我早就知道了 而是 这么不情愿 这么不被看好的一对 现在 实在成了 中国好夫妻 他们每天早上 一起出发上班 下班之后 一起回家做饭 吃完饭后 一起散散步 聊聊天 趁我假装不注意的时候 拉到水球 喽喽 他们呀 以前分居易地的时候 每天一封书信 都以亲爱的开头 想你结束 那时候 电话还没有普及 爸爸每天晚上 准时十点 到附近的电话亭 拿电话回家 风雨无足 深圳的台风 是浓浮无奇的 爸的声音 却温暖 而坚定 他们呀 台起以后养老 要在庐山下 猪猪菜 养养鸡 没有地沟油 没有PM2.5 坐在摇椅上 聊一聊 当年那些追我妈的男人们 一个个都是怎么失败 他们呀 是我见过世界上最幸福的夫妻 哎呀 我也老大不小了 为了我尽头的婚姻幸福 我问妈妈 妈 当初你并不乐意跟爸爸在一起 但是现在怎么这么幸福呢 我妈 脸上泛起红韵 却故作惊讶地说 谁说我幸福了 老娘现在只愿意跟她过日子 还不是因为你 呀 我妈还不好意思啊 我去问爸爸 她呀 一定有着不同的答案 在我心里 爸爸是个浪漫的世人 她一定会说 幸福 因为我一起 爸爸 爸爸 你为什么二十年如一日 对吗 这么好啊 我爸一人无难 人生已经不如此的艰难 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要不是 她给我生了个这么好的女儿 我才不要她呢 还不是因为你 爸爸 你都别忽悠我啦 你那些追妈妈的 无节操 无下心的三流手段 我都知道了 唉 那 我爸 你跟我说 傻孩子 其实 跟你妈之间也有很多矛盾 和正常 你的心机总有那么七天 看对方不顺眼 但是 为了给你营造一个 很新的家庭 我们都坚持下来 不知不觉 我们就真的 白头偕老了 我再来原地中了一会儿 才发现 原来是我自己太浪漫了 原来他们之间 早就没有了爸爸当初诗里 写的那些浪漫情怀 原来 公司的稳定的幸福 并不完全 因为爱情 但是 为了我的幸福成长 他们都选择坚守 这个家 还不是因为你 在这句玩笑话的背后 我提出了他们之间 爱情之外 家 不重要 现在社会年婚率这么高 都是凭着一击耗火来对待婚姻 完全不顾对孩子的伤害 不顾对家庭的责任 但家是坚守 是包容 是持久 负着 父亲对家庭的责任 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 因为我们爸妈 对家庭的责任 对我们的爱护 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和快乐 我们应该传承下去 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像我们一样 幸福成长 如果某一天 我的孩子跑过来问我 幸福的秘诀 我会笑着对他说 还不是因为你